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3集 知道梁欢是在蓝凤凰 刘芳就没那么急 梁姐妹吵架算啥 都是亲戚 又不能真的吃了梁欢 死丫头 是不是把樊家的事给说漏嘴了 又不晓得和他吵啥吵 刘芳嘀咕两句 梁炳安瞪他一眼 孩子都是你惯坏的 马上就是17岁的大姑娘 一点称谱都没有 我看那傻的被卖掉 还帮人赎钱呢 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 他是没数的 刘芳其实也这样想 不过梁炳安一生气 他就不服 说了就说了 那樊家都说五月份结婚 欢欢今天不说 我明儿个也要去一趟省城的 肯定要吵要闹 最后还不是乖乖要嫁给樊振川 刘芳是不把夏小兰的感受当回事 但为了梁炳安的仕途嘛 肯定又要和夏小兰缓和关系 枕头风可是很厉害的 不就给一万块钱吗 刘芳也顾不上心疼了 两口子在路上说了几句 回家刘芳就打电话去商都 还是余奶奶家隔壁巷子的公话 好半天 夏小兰的声音 才从电话那头传来 喂 小兰 我是小姨呀 你和欢欢吵架啦 嗨 欢欢这孩子惹你生气 小姨提到道歉 你别和妹妹计较 你就让欢欢接电话 我现在就骂骂她 哦 可她现在接不了电话呢 夏小兰说完这话就挂电话 把刘芳搞得一头雾水 为啥接不了电话 难道梁欢还在蓝凤凰吗 说不好 这时间服装店还没关门 梁欢瞧见那么多漂亮衣服 走不动路也是正常 她嫂子李凤美要是大方点呢 就该送两件衣服给她家欢欢穿 对夏小兰那么好 都是外甥女儿 厚此薄彼很不好 刘芳没和女儿说上话 再把电话拨过去 那边却说别打了 夏小兰不接这个电话 看来这欢欢哪 真的是说漏嘴了 要不咱们还是连夜去一趟 不把小兰那丫头安抚好 她肯定还要继续闹的 梁炳安也同意去省城 正好单位的车 今天她在开 把梁雨送到她父母家 载着刘芳就要走 你们大晚上去省城干啥 吃饭了没 梁炳安母亲追出来 问着儿子 看都没看儿媳妇一眼 刘芳憋着气 等小兰嫁过去 整个梁家都要对她刮目相看 再忍忍 不用很久 她在梁家的地位就不同了 刘芳被婆婆的态度刺了一下 终于忍不住吐露了几分 妈 我让炳安在我去省城 看一下我外甥女儿 就是我娘家二姐的女儿 她和梁家说定了亲事 五月份就要结婚了 梁母狐疑 这是吃错药了 这么多年绝口不提娘家人 梁家都以为娶了个孤女当儿媳妇 当婆婆的能瞧得上刘芳吗 门不当户不对 嫁过来就忘了自己出身 梁母就觉得刘芳是个冷血的女人 这女人还自以为是不和乡下的娘家走动 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梁家是里儿 最是里儿的人是刘芳 黑锅却要整个梁家来背 梁母实在不喜这个儿媳 觉得刘芳一无是处 刘芳当年是大着肚皮进门的 梁炳安非要去 梁家怕刘芳在外面瞎说 影响梁炳安的工作 捏着鼻子扔下刘芳 梁母是看不起刘芳 第一胎生了个女儿 梁欢长得玉学可爱 会说话后小嘴巴好甜 梁家二老喜欢孙女 还能把孙女亲妈赶走吗 又过几年 刘芳肚子争气 生了个儿子 邪孙子已令公婆 梁母最多只是忽略她 还真不敢为难刘芳 不晓得刘芳为啥忽然吃错药板 说起娘家人的事 梁母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刘芳外甥女儿结婚 和梁家有啥关系 梁炳安父亲 却抓住了重点 咱们何东显的梵家 嫁给梵家哪个 梁母恍然大悟 原来是娘家那边 又有靠着嫁人 改变农村人身份的姑娘了 怪不得要拿出来说两句 刘芳忍住得意 爸是嫁给梵振川 梵振川 梁父的眼皮子抖了抖 嫁给梵家其他人不算啥 嫁给梵振川 那就是联姻了 这意味着什么 梁父肯定不糊涂 丙安 你老婆说的是真的 梁炳安觉得 事情也十拿九稳 和家里人透露下无妨 梵家是确定了 现在五月份办婚事 李阿姨和梵振川 都挺忠义阿王的外甥女 梁炳安说的话 可信度很高 梁母诧异忘了儿媳妇一眼 农村丫头 凭啥能嫁给梵振川 必然是长得极为标致 梵振川都不挑剔 其他条件了 梁母不喜儿媳 也得站在公正的立场 说一句良心话 刘芳长得好 梁欢才能好看 梁欢表姐 自然是典型刘家人的长相了 梁父不如老齐心思多 男人更在意的是正事 刘芳的外甥女 能嫁给梵振川 梁炳安的事业就有了转机 梁父没有喜行于色 说话声音 却放缓几分 大晚上去走亲戚 你们俩空着手就去啊 我让你妈给你装点东西 正好别人送了两罐蜂蜜 你们带着去吧 刘芳受宠若惊 外甥女儿还没嫁樊振川 他公公就变了态度 等真正结了婚 他这些年就算苦尽甘来咯 嗨 谢谢爸 那我就拎着去了 改天再给您二老 送点新蜂蜜来 都是一家人 一点东西还计算得清楚 梁父让他们把蜂蜜装上 赶紧去省城 梁炳安开着车子走了 梁母才回过神 老头子 你说真的假的 梁父背着手 心情不错 丁安都确认了 那肯定是真的 刘芳美的冒大鼻涕泡 一路上他都在和梁炳安 说这事 梁炳安心不在焉的 敷衍两句 一会儿你少说两句 让我和外甥女说 年轻姑娘不懂事 只看到我们瞒着她牵线 却不了解嫁到梵家的好处 这是联姻 又不是结仇 能让夏小兰心甘情愿嫁过去最好 那就你好我好大家好 要是不情愿 还不是腰架 哭哭啼啼的 多影响心情啊 刘芳说话 是没梁炳安中听 梁炳安说话很有水平 到底是个副局长 每天打交道的人不同 梁炳安开着车 两口子到商都 直奔于奶奶家 就是住在这里 我去叫门 刘芳提着两罐蜂蜜敲门 梁炳安也下了车 门被从里面拉开 一盆哨水就那么泼过来 刘芳站在前面 被泼了一身 梁炳安躲得快 被波及得少 刘芳嘴巴张了张 哨水就流进她嘴里 那酸臭的味道 让她干呕了几声 懦弱老实的刘芳 提着装过哨水的桶 不许在我家门口吐 走远一点